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下节课咱们讨论一部分 standing关键字的作用 对不对 它是能修饰成员属性和成员方法 对吧 那修饰成员属性的时候 可以将成员属性怎么脱离对象 对吧 能让所有对象供应它 让它在内存的另外一个段独立声明 是这样的吧 所以呢 用静态声明它属于类的一部分 而不属于用这个类声明对象的一部分 当然在对象中可以共用 是这样吧 所以呢 既然属于类的一部分 咱们在没有对象就可以访问的 通过类名就可以访问的 对 那访问的可以复制也可以怎么的 可以取值也可以复制 上几个课咱们直接来一个什么 取值的动作 对不对 那我可以 可不可以复制呢 可以 比如说 person 类名 冒号冒号 到时候CUNTRY 这话别忘了 这是变量 前面有个Dollar譜 比如说 我把它变成国籍改了 变成USA 对吧 然后我再输出person 到时候CUNTRY 我们再看一下结果 好吧 来 Person 写错了吧 PER 这是写错了 SON 来 我们再用信件 是不是USA 可以复制也可以取值 对不对 那说了 那在对象里边怎么用呢 比如说 我想要每个对象这里边说话的时候 都说出他所在的国家 看这个对象是不是共用的 好吧 那怎么弄呢 看一下 你看 这里边 对 静态能用类名访问 我这边能够说出 你看 我所在的国家是 连接一个 可不可以用person 类名在这访问 可不可以 可以 对吧 类名访问 这样的话 我让每个对象来调用这个 这里边 我可以任意的 把这个去掉啊 你看 任意的找两个对象 比如说 当时P1 里边可不可以调用 说话的方法 跟他介绍这个国家 P5 调用一下 S1 是不可以 是不可以啊 用两个对象就可以了 来我们看一下 我所在的国家是中国 我所在的国家是中国 对不对 对 那这些对象是不是共用的呢 是不是共用的呢 当然是了 怎么呢 比如说我在这话 将person中的C-U-N-T-R-Y 改成U-S-A 既然是共用所有对象 那下边是所有对象的说的 从里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所有的说出来的 是不是全变了 你看是不是全变了 所以呢 这样的话 你要如果不用这种静态的 那你要想一起全改 是每一个都可以改啊 如果共用的话 改一个地方 是不是全改了 对吧 这也是静态的耗衷 听什么 但是他前面说过 还记着 咱们用类名访问 某个成员的时候 在类里边 类名变化了 里边代码是不是得改啊 还记得他前面学过 一个parent的关系字吧 是在子类的方法里边 调用被他覆盖掉的 那个负类的方法 是不是 那这里边也有一关系字 知道什么 既然Doll for this 代表本对象 对吧 那在咱们类中的 方法里边也有一个self 关键字 代表本类 类名的 就代表自己类的 就知道吗 所以呢 这话 第五个 self 可以在类中的方法中 代表 什么 自己类的 和Doll for this 有点类似 this代表自己对象的 self是代表自己类的 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呢 我们如果这个代表这个person类名 那么类名我们改了 是不是里边代码是不用动的 记住这个self 既然能学过这次self 是不是就好理解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 同样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是不是 效果是一样的 这就是用这个去生命属性 静态生命属性的作用 几个关键的地方 什么时候用它生命 就是让多对象共用的情况 用它生命 对吧 怎么访问 在类外边用类名去访问 对吧 在类内部用self去访问 是不是这意思啊 这就是这几个重点的观念 听什么啊 然后静态成员什么时候被加载的 这也是个关键 是第一次用到类 类被加载了 类中的静态成员就被加载了 对吧 那咱们都说了 如果是对象中的成员 咱们什么时候释放的 是不是删除这个对象 对象中的成员就被释放了 是这样的吧 但是呢 静态的是不是这多对象共用吗 我把第二对象干掉了 静态东西就没了吗 把第三对象干掉了就没了吗 对吧 那我把类干掉 那也不能干掉 加载进来就已经在那头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记得静态的成员什么时候被释放 也是有一个说法的 第五个 第六个 就是静态 成员一旦 被 怎么的 加载 只有 什么时候 只有 脚本 结束 才 释放 就懂吗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指点 静态的成员 一旦被加载 只有脚本释放 脚本结束 才会被释放的 对了吗 嗯 好 这就是静态的属性 咱们知道怎么访问了吧 知道怎么声明了吧 也知道他用 呃 施机了 对不对 施放的施机 那 那前面还说了一个 他可以修饰属性 也可以修饰方法 对吧 其实咱们方法默认的一般都是静态的 比如说 对吧 你看我这里边 输出一行一 你看怎么能 不能说默认是静态 他标息更好 他皮皮射有这样的感觉 什么呢 比如说 我把这几个对象都删掉 这些都删掉 都从你写 你看啊 PERS用类名能不能访问夜夜期吃饭的方法呢 我是没创意的一下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 一哈一出不出现 出现了 出现了 但是这里边是不是有提示 对吧 提示级别不是很严重吗 对不对 不是很严重的一个级别 但是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给屏蔽掉 你看中圈 但是你看效果出来了 是不是效果出来了 对吧 我这会有静态标识吗 没有静态标识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效果也出来了 那 看下这会 为什么 因为他说了 虽然他不是静态的 但是呢 是不是方法不是属于某一个对象 也是多对象共用的 所以用类名也能直接防御到 但这样不太好 就知道吧 所以他把它标成静态的 你再这么访问就好了 你看 STTIC 看到了 标成静态的 我这会儿就不用圈儿屏蔽了 就没有提示了 静态的东西 不管属性也好 还是方法也好 是不是都用类名来调用 对吧 来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输成安逸 没有错误提示了 对不对 所以相当于 默认相当于静态的 可以用类名去访问 但是会有一些错误提示 而标静态才是变成静态的 对不对 嗯 那静态的方法 有什么好处啊 当然静态属性也被共用 对不对 那静态方法也是那种存被什么 共用的一个东西了 对不对 而且访问的时候 我们根本都不用创业对象 就可以访问 速度肯定会快 因为你创业对象 是比如说 你有对象 他在堆里边给拍一个空间 存的那个过程 对不对 而静态的只要用这个类 他一加载 就全有了 直接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用静态 方法上标签静态 是非常方便的 做成绩 因为你不用再有创业对象的过程 只要把相关功能的方法 往一个类里边一放 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就可以放动 对吧 这样他做任何一个功能的话 只要面向对象的类 删功能分子 相同相似功能 或者处理一件事的功能的 多个方法 放在一起就OK了 一定会 所以这也是很多公司提倡的一种方式 好多公司会这么提示 提什么呢 会告诉公司的成员 只要生命面向对象 生命类 所有的方法都必须用静态的 有的公司有这样强制的要求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什么 用这种灵活式的方法 不用创业对象 就可以直接用了 还是共用 对不对 也是那第一次加载的时候 他被加载的 对吧 但是呢 这也有不好的地方 什么不好的地方呢 咱前面说过了 静态的成员什么时候释放 脚本结束 脚本结束 所以呢 它释放不灵活 所以生命的静态方法呢 也不是随着对象 结束了而消失的 也会一直站在那村 只有脚本结束了 那所有用过的类工的静态方法 是不是才能释放掉 也有一点这个不好 所以呢 使用的是一个抉择 但是这个抉择 我也建议大家 能用静态的方法 尽量用静态方法 因为它的效率高 不用执行 创建对象的那功能 知道吧 除了它释放之后 有一个限制 释放之后有限制 就是必须交转结束 你那个才能释放掉 它一直站在那村 那还有一点是 说有的时候是不用静态的原因 什么呢 就是怎么说的 到了第七个最重要的一个事件 在静态的方法中 是不能访问非静态的成员的这句话 所以有这个限制 那就不是说所有的面上对象的类 我都能生成方法都能生成为静态的 对不对 因为它有一个功能不支持 就是在静态方法中 不能访问非静态的成员 为什么呢 这个大家理解去记会更好记 比如说 比如说 我在这话 我调用 假如说把这个方法 看到这个说话的方法是标证静态的 很正常吧 对不对 但我刚才说了一点什么 在静态方法里边不能干嘛 不能访问非静态的成员 谁是非静态成员的 名字是不是非静态的 年龄性别是不是都是非静态的 为什么不能访问 现在我今天就包拾了 Person 我现在这么调就包拾了 因为静态方法里边有非静态的成员了 那为什么包拾 他会提示你 This不能用 是不是提示了This 为什么 记住了 我在整个这个脚本里边 整个这个脚本里边 现在我想访问说话 有对象存在吗 没有 因为我根本没创建对象 是不是这样吧 既然根本没创建对象 This又是干嘛的 代表本对象 代表本对象了 对不对 哪个对象对象说话的方法 This就是代表哪个对象 那我现在这个方法 我不是用对象来调用的 是通过这个类来访问的静态成员 对不对 那This不是用对象访问的 This就不能代表哪个对象 是不是这意思 而非静态的成员 是不是属于对象内部的 还必须得用对象来调用 又没有对象 是不是就一个矛盾点 你也正听了吗 所以说 在静态发发里边 不能访问非静态成员 原因就是 在静态发发里边 不能使用This 因为没有对象存在 就没有This 而对象中的非静态成员 必须用This来调用 对吧 这是不是就限制了 不然的话 但是什么时候咱们能用啊 一八点文一写出来 只要是能使用静态的环境下 声明方法 就最好不是必须要 最好使用静态方法 主要考虑的问题是什么 效率 考虑的问题是效率 对吧 但是也有限制 就是什么 静态方法不能访问 进入 必须要说 对吧 所以说 在这里边 如果都是静态成员 就可以访问了 比如说 我把这几个所有的 都改成 Static 对吧 这块也改成 Static 这块也改成 Static 这块也改成 对 就有了 但是构态方法就没有必要用了 为什么呢 因为构态方法创业对象才有的 而现在创业是不创业对象 是不是就可以有的 对吧 你可以一个一个复制 或者是生一个进牌块 复制等等等等 都可以 我们这里边 我们就可以 都有什么方问呢 我的名字是什么 点点 是不是self self self 是不可以这么做了 其他我也不做了 咱接上这 你看 这样是不是行吗 名字 我固上一个 这共用的名字 就是a abc 你看 现在就不会不错了 因为有些的访问 是静态成员吗 是非静态成员吗 不是对不对 访问的是静态成员 静态方法里边 访问静态成员 还有self 是不是跟对象没关系的时候 可以怎么用 对吧 所以大家 学静态是很有必要的 就是这句话 只要能使用静态环境 但是限制的条件就是 什么 静态方法中不能访问非静态 如果访问非静态 方法就不能生平静态 那不能生平静态 也不能用那边来教育 对吧 只要生平静态 就能用那边来教育 就是这一条点 那生平静态的好处 什么意思 是不是效率高 跟对象就没关系 织就用类 对吧 就已经分好类了 咱就能织就用了 对吧 好 接下来这节课 咱们就到这里 那这节课呢 咱们重点说的就是 静态观景句 好吧 它可以和上节课 这两节课连接起来 它可以修饰成员鼠 可以修饰成员方法 对吧 那这些文字呢 都是刚才咱们讲过的 好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 好好了解一下 静态观景句 后边咱们那些成员的时候 会大量的这个观景句 其实没什么难点 对吧 就是用它标记一下属性 标一下方法 然后调用的时候 注意一些事项 对不对 然后优点在哪 缺点在哪 就这些东西 对吧 好 谢谢大家 这期的课堂就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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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